第三星期間 各位嘉賓 非常歡迎大家在今天 稍微寒冷的天氣 又英雨 可是以目前來講 我們應該是非常歡迎下雨 這樣子的一個好天氣 好日子 來聆聽 我們這個 非常年輕的學者 謝志賢博士 今天要來帶我們 挑戰 這個 喬醫師的這本 劇著 那我想先介紹一下 志賢 我在這邊 我先介紹一下我是誰 大外文系 曾麗玲 現在兼任系主任 志賢跟我寫 其實是跟我寫 她的碩士論文 所以我很有這個榮幸 指導她的碩士論文 那 她在碩士論文取得之後 其實她很早就立定志向 要繼續往那個 到愛爾蘭去深究 而且好像是在 她在很年輕的時候 她就想要研究喬醫師 那時候我第一次跟她談的時候 我嚇了一跳 她說她在五專的時候 她就已經把有利西斯看完了 那我說 我的天啊 然後而且那個時候 就已經好像已經立定志向 要往那個 愛爾蘭去了 要航向愛爾蘭 那之後呢 她就到了那個 叫做 就是喬醫師的母校 University College W 簡稱 UCD 到那邊去修習 她的博士學位 那她的博士學位 也是繼續做 叫有利西斯 By the way 就是她的那個 碩士論文是寫那個 Portrait的 就是那個 年輕藝術家的畫像 那 在這個 她其實多才多藝 她 可能 我不知道 也許 右手寫論文 左手做很多別的事情 那包含 其實她很早就開始在做翻譯 那我今天也是很鄭重的來介紹她的一個作品 那這一本呢 其實就是由這個我們的所在地 蘇林書局所出的 叫做 新蘇柏林人 那 這個集子呢 是 等於算是對於喬醫師的這個作品 的一個 致敬這樣子 一個現代的致敬 那這些當然都是一些現代的這個作家 那她們的這個寫作風格 其實說實在的還不太容易 以翻譯者來說 我覺得那個 志賢的時候 她挑戰這個集子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她的那個表現 就是她的文字表現 還真的很令人撐到 那當然我 之所以也大力的推薦這本書 是因為 那個 我們這個愛爾蘭學會的會長 張昆良老師以及我呢 都幫她寫這個推薦序 所以呢 欸 對啊 我也一起自己這個捧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說 請大家 對 就是 都會 就可以在這邊 就可以取得這本 這個 而且還可以請這個 志賢當場簽名 這樣子 對 對 那我覺得主要是要講 是說真的 因為我看到那個原文 那原文真的是很蠻難的 很多那種 那種 禮語啊 或者是非常現代的這個用語 那她能夠找到 這個方式把它翻成中文 然後還顧及到她的這個表現 這個風格的表現 非常不容易這樣 那之後呢 當然她還繼續的在做 繼續的做很多的翻譯 然後她都選擇一些 非常重量級的這個作品 那她剛剛完成了一個 也是一個非常重量級 她將會變成是一個很重量級的 一個作品 是Shamestine的 這個 算是 自傳 可是好像也有虛構 對 叫做 Reading in the Dark 那這樣子的 那因為這本著作呢 現在也受到蠻多人的重視 那由於明年就是有那個 復活節的這個 紀念日 百年紀念日 所以這個 有關這個過去艾爾蘭 這個非常的troubled history 真的 會變成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研究的題目 就好像今年 大家就開始都在研究葉池一樣 因為 是她的150年 所以 就是艾爾蘭 這個小小的國家 有出產了這麼多 在這邊我們看到一個海報 這麼多有名的這些 不管是諾貝爾 起碼有四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然後還有其他的 那個 這些作家 所以動不動都會有紀念日 所以 所以我們艾爾蘭學會呢 真的是 要再多加把勁 要把這個 再多打想 那個 我們等於是要推這些 作家這樣子 好我好像講太多了 所以今天 我們真的很感謝那個 志賢 他 那個 要幫我們來挑戰這個 其實非常難的這個作品 那就是 整個 《Finnigan's Wake》裡面的 一個 小章節 好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 志賢 博士 謝謝陳老師的介紹 我覺得 參加這種活動 最榮幸的就是 被自己以前的老師介紹 我覺得 跟這個 非常不一樣 我們今天 當然 《Finnigan's Wake》 不用講啦 就是填書嘛 我以前在念 那個 輔大的時候 然後在跟 以前的一些老師的討論 我說 我唸過《Ulysses》 老師就說 哇你唸過《Ulysses》 那你其他東西都沒問題 我後來發現是錯的 因為《Finnigan's Wake》 一輩子都唸不懂 所以 應該是說 如果唸得懂 《Finnigan's Wake》你應該才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今天 要談的是 《Finnigan's Wake》裡面的 其實非常一小段的故事 叫做《The Looks and the Brides》 那他 就是從 一所預言 《Fox and the Brides》 《福利與古濤》 這個東西 《喬伊斯之界》 那個title而已 他裡面內容都做很不一樣的 他很愛感受的事情 但是因為 其實內容很細很多 我也不曉得 我今天能夠講多少 我會盡量用 比較該要的方式 跟大家 再去 印度過一遍 希望過了這個session之後 大家可以出去跟大家說 我看過《Finnigan's Wake》 看過了 希望也變成一個入門專 大家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就帶一口泡皮回去慢慢唸 唸一輩子 好 那為什麼我會說 我的副title 叫《包裝成預言故事》的家庭悲喜劇 那這個我待會會稍微解釋一下 那當然 這個一直是喬伊斯研究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到底哪一個版本才是對 這個問題比較沒有在《Dobinners》 或者《Porter》出現 Ulysses大概大家都是抓《Gabler》的來看 或者是《Penguin》有一個版本也OK 那《Penguin's Wake》就 一般來說 比較長久以來學界在用的 都是《Penguin》、《Penguin》、《Nine》、《Centified》 這個版本 因為為什麼會只講這個版本 是因為這個版本 所以後來他們就根據《喬伊斯》的手稿 在去做修正 《Penguin's Wake》是1939年出版的 那目前仿間看到 例如說像今天書裡展示的《Penguin》 那個是1935年的版本 那裡面就有一些 當然你說對一般讀者可能沒什麼差 做研究的人就很廢話就說 某些字會有一些修改什麼的 過去講的《Definitive Edition》 做研究就是這樣 那一般來說都是用《75》這個版本 那另外呢 最近 2012年 隨著《喬伊斯》的《Copy Run》在歐洲解禁 英國還沒有 但是當時在愛爾蘭解禁 是很重要的話題 那時候Oxford出了一個新的版本 我手上這邊有 給大家穿越一下 我會推薦這個版本的原因是 第一個它是新的《Text》 那做這本 這個版本的編輯的 都是做我所謂的 手稿研究 《Genetic Study》的學者 所以他們有重新再考證過一次 《Manuscript》的東西 那特別是在這個版本 它後面放了一個附錄 把一些不同的《Variation》都放上去 所以讓大家去做參考 第二個原因是這個版本 有非常詳盡的介紹 包含它的寫作過程 每個章節的概要 從第幾頁 第幾頁到那裡是講什麼東西 所以會讓讀者在看之前 會有比較一個概率 就是說 哦 原來這本書在講什麼 所以我還蠻推薦這個版本的 那再來第三個 其中一個編輯我認識 所以把它推銷一下 所以大家 這是我建議的 所以可以跟各位的褲書館 因為我買不起跟褲書館講 我們要這個版本 2012的這個版本 Oxford 還不錯 那也介紹幾個工具書 因為這本書沒有工具書 真的很困難啊 真的是 那當然首課就是 Roller McHugh的 Notation Definition Square 那我手上拿的這個是 91年的版本 那我發現那邊 2006年 書0展示的 這個是新版的 2006年的版本 那根據Roller McHugh自己的表示 2020年會再出一新的版本 它就繼續再加啦 繼續不斷再加 就越來越厚 那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這個是 介紹推薦的工具書 是 Luca Crispy跟 也是一樣 推薦給工具書館 第三個呢 在網路上有一個網站 好像 叫fimwag.com 它有提供線上的註解 每個字 點下去 它下面就會給你一個註解 那個註解 有些是Roller McHugh其實沒有的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不過唯一比較可惜 是這個網站 並沒有完全的 完整的章節在裡面 它只有一部分一部分而已 比較可惜 但是總是一個比較方便的 一個月圖的單 就是 那最後一個呢 我推薦的是 當然就是目前 one and only 綜藝版 戴崇龍老師誼的 分離根手領頁的 它是簡體的啦 所以可能就是要去圖書館 或者什麼 要透過簡體書店去訂 那我為什麼會把它當作工具書來看 是因為 戴崇龍老師誼的 真的就把誼的 像工具書一樣 因為它就是 文字跟註解通通擺在一起 你也不知道哪個是哪個啊 這個我等一下它是下去 大家自己辦一下 你就知道了 對讀者也看起來很痛的 但做研究的人 會發現其實還蠻實用的 那另外一個是說 裡面其實還是有一些問題啦 一分 裡面包含 關於宗教的issue 我覺得戴崇龍老師 並沒有處理得很好 或許他本身沒有這個背景啦 所以關於 特別是我今天 我這次位置 我還特別整個看了一次 我發現裡面 關於宗教的 對意的部分 其實都沒有處理很清楚 當然有一些物議的部分 但是那個還是 我就說它是一個工具書 大家真的 不行的話 還是參考一下 那現在它只出 book one而已 它的這個藝本只有book one而已 還有三個book 還沒移完 所以不曉得戴崇龍老師 可以這麼久 請看各位有生之年 有沒有辦法 好 那我們就簡單 趕快進到我們的 再進到這個text之前 還是先了解一下 基本上 Joy說 Finnigan's Way很簡單 就是一家人 我們住在 喬布瑞瑟一家人的故事而已 其實 我們實際在讀的根本 是這麼一回事 那這家人總共五個成人 爸爸叫H.C.E. 全名 Humphrey Chimpton Yearwick 媽媽叫L.P. H.C.E. 那這兩個人 喬伊斯常常 就把他們兩個名字的縮寫 不斷地在文章裡面 重複地出現 變得有點像 英名Ghost一樣 H.C.E. 以不同的方式呈現在文字裡面 等一下我們看text 所以我們覺得不看到 那要看比較 如果大家如果說 比較想要知道 詳盡的介紹 可以看我們上個月 我們的理大會那一篇 由漢俊瑋老師的解說 網路上有影片 這個也是我們學會 照顧大家 大家如果沒有機會到現場來 還是可以透過網路的方式來自修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這一篇 就是針對他們三個小孩子 Shun, Shen跟Easy Shun, Shen的Pankman 他是負責寫作的 Shun的Pose 有猜 他是負責送信的 這兩個是Twins 雙胞胎 所以不知道誰是哥哥 誰是弟弟 那在書中呢 他們身分也常換來換去的 所以也不知道誰是誰 那這個 那這對兄弟呢 那我們都知道 如果有自己有手足的 就知道手足一定會有手足相爭 我本來講手足相殘 但是事實上真的也是手足相殘 那這個Shun跟Shun 他們兩個又各自代表不同的角色 例如說Shun 他就是Cain Guy 我們等一下會 我稍微談到 那Shun呢 又是Shunless 愛蘭 Shunless的縮解 那Shunless在愛蘭語 就是James的意思 那想當然而言就是 Joey是自己啦 Shun呢 就是Able 被幹掉的那一個 可是Joey是很明顯是同行該隱 不會把自己的畫身分 那他是Shun 那愛蘭文的Shun呢 就是John的意思 那James跟John 就是耶穌的十二十五的其中兩位 所以其實 那他們也是兄弟 所以其實喬伊斯在構造這整個的時候 其實是有考慮到這些東西的 那最後呢 是他們的妹妹叫Easy 那Easy的原型就是Eso 那Easy是愛蘭傳說的一個公主 Easy的Violent 那最出名的 改編的劇作 當然就是華德納的Easy Easy和Trister 這個是最出名的 喬伊斯也很愛蘭的格局 他常常會用這個 作為他的靈感 那我等一下會在 針對Easy這個角色 做更詳盡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故事呢 就是這三個小孩子 之前發生的事情 只不過把它包裝成一個預言 來包裝一個手足相殘 這個手足相殘的殘酷的事實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是從Fernigan Square第一章 第六 應該是不管第一書第六章 出來的 那這個章節 它是其實總共包含了十一個問題 有點像那個Easy's 第十七 Catacism 一問一答一問一答 這個感覺 只問那個問題都樂樂等 最後你也不知道他會問什麼 然後答案有些很短有些很長 那就是Quiz 那我們現在看到 那我們剛剛在看說 閱讀一個小說 或有一文章會想說 那敘事者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在講這個故事 那這個開頭是 So Who do you know ton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難回 各位先生 那Who do you know tonight? 那個no還不敢成那個no 那今天今晚這是誰啊 或者Who do you know 還敢成這樣 但是這只是一個聲音 The echo is where it is at the back of the words Calling forth 那這個Words可以當成森林啊 或者是Wert 藏在字後面的那種聲音 要把它叫出來 那叫出來是誰呢? Sean Mac Earwick 那Sean就是 Sean和Sean其中一個兄弟啦 那 Earwick 那你就知道是誰了嘛 只是拼法不一樣而已嘛 不好意思 跟他玩這種遊戲 等於說這一整張其實都是Sean 一個人自己自問自答 他其實這整張都是他自己在自問自答 化身成不同的角色 那其實也很有意思的是說 欸 奇怪了 Sean才是Pain Man啊 Sean才是負責寫的那個人 怎麼會是負責送信的那個人 來講這些故事 那所以你再去看的話 你會想到說其實 Sean Byer就是一個Messenger 他就是一個Media 所有的東西都透過他去做Deliver 這樣子的一個行動 他把東西Deliver出去 不管是用記的 還是用文字述說的 其實Pain Man是會有大部分的Narrative 都是透過Sean跑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很複雜 Sean就躲在後面 然後Sean是踩在外面的那個人 可是這兩個兄弟又常常互換來互換去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是其中 這個Muss and Bright是第11題 裡面第11題的一小段而已 那那個問題是 其實Sean自問自答啦 如果你看到你的兄弟受難的時候 你會不會幫他 問題很溫溫的長 很簡單而已 就問這個問題 那Sean的回答是 No 我才不要幫他咧 好 那在我們正式進到text之前 Pain Man's Wake很重要的是 其實它是應該要唸出來用聽的 你光看得很痛苦 真的 那我自己唸我又沒有把握 我又沒有愛爾蘭腔 因為喬伊斯常在用愛爾蘭腔唸起來 而且要Doblin accent才到底 所以我就找了一個Reading 這個是由Jim Norton一位愛爾蘭演員 他所錄的一個有聲書 那裡面剛好他 那當然是節錄 但是很有興趣 他剛好有唸到 我們今天要看的這個段落 那我順便搭配的是 我順便搭配的是 有一個illustration 這個是一個德國的插畫家 叫Rod Ziegerman 這個東西是在1983-84年的 James Stewart's Broadsheet 上面有出版的十一幅插畫 根據The Looks and the Grimes 這個內容去畫的 那我想把它搭配在一起 那大家看一看書面 稍微Entertain 稍微大概簡單講解一下 當然Look's Grimes 麋鹿跟葡萄 那麋鹿有一天要去旅行 那遇到了 首先看到一條小溪 然後看到了葡萄 那兩個就為了 莫名其妙事情爭論起來 爭論的天荒地牢 到最後 那這個時候一片浮雲飄過去 看到他們 然後想吸引他們的注意 那兩個又太專心在他們自己的爭執 看不到那種浮雲 然後浮雲就跑上溪 最後就變成雨水 掉到河裡面就流走了 然後故事就結束 很簡單 其實 如果說大綱的話 The Looks and the Grimes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它其實 光聽那個文字其實非常漂亮 特別是在講魔法 那一段 就一直是放感情一些 我等一下會解除一下 OK 好 那當然 我們會講稍微簡單 那個Sing 當然這裡面 最明顯的就是兄弟相爭 Sibling rivalry 兄弟相爭 那 歷史上最出名的兄弟相爭 就是Cain and Abel 幹掉了 那當然Shane and Sean 他們就是另外一個兄弟相爭 最好的例子 但James Joyce跟他的弟弟 Stanus Loss Joyce 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那Stanus Loss一直被他這個霸凌 不可憐 就從小霸凌到大 感情最好的 可是一直從小就是被他霸凌到大 那Joyce也是唯一所當然 對 這個很明顯的主題就是兄弟相爭 那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主題 當然還是English and Irish 那當然Vegas 會是1939年出版的時候 那時候Iron已經獨立了 但是Iron還是 那個時候還是有點 但那個時候還是free state free state只是說 你是有自己的自主權 但是名義上還是屬於Common Wales 也就是所謂大英國協的一部分 那一直到比較後期 Iron還終於說我們是Republic 所以當時其實 艾爾蘭擁有自主權 但他還是屬於大英國協的一個部分 所以那個部分還是呈現在裡面 那當然裡面最明顯的是 Adrian Force 這個Paul Adrian Force 雅德里安四世 因為他利用自己教宗的權利 那要求English and Henry II 出動大軍去把艾爾蘭征服起來 變成領土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他認為Iron這些都是Pagans 你們要用天主教的事 把它變成天主教王國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答案是 所以MOOPS 我們看到他的畫名變成Atrian 大概是Atrian Force 那當然就是牽扯到這個部分 當然另外一個很有意思的是 John Boo versus Irish Humpty Dumpty John Boo是什麼 如果我們比較熟悉的是Uncle Sam 美國自稱是Uncle Sam 那英國就是John Boo 那這個海報 但其實John Boo出現很早 就是16、17世紀的時候 就有這樣子的 那這個二戰的時候 他們選Uncle Sam的海報 Who's that Sam? 真逼嗎?趕快來 John Boo 那我們在文章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跟迷路連結的亂字 都有一個BOO在裡面 例如說最後結尾是 The Bull Falling and Sir Bolliple Bolliple指的就是Grime 因為是球狀的 那BOO Falling呢? BOO指的就是牛馬 那當然就是Jump 所以後面其實有一個 那對象是Irish Humpty Dumpty Humpty Dumpty是蛋頭先生 就是English Nursery Rhyme的那個部分 那Grime其實有很多隱喻在裡面 那Humpty Dumpty比較有意思的一段 是他出現在Lewis Carroll的 一段是Image of the Mirror裡面 他跟Alice有一段對話 Alice問Humpty Dumpty What does it mean of glory? 那Humpty Dumpty隨便回答他一個definition 可是Alice說那個不是glory的意思啊 那Humpty Dumpty就回答了 這個在下面那個quote When I use a wordHumpty Dumpty said in a rather scornful tone It means just what I choose it to mean neither more nor less 就是說我說那個字是那個意思 就是那個意思 它不一定是我們所想像的意思 而是我認為的那個意思 那Alice就問了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you can make words mean so many different things 如果一個字有同時那麼多意思怎麼辦呢 Humpty Dumpty回答 The question is saumpty Dumpty which is to be mastered that's all 哪一個才是最主要的意思 那我看了那一段 我就覺得這就是 Pinnington's Way在網邊遊戲 一個字有包含這麼多的意思的時候 哪一個才是最主要的 Joyce其實在挑戰這個概念 其實也就是我們如果念符號學概念 意思跟意思不變 完全拆開來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才能他的所值 那Joyce在Pinnington's Way 就是完整去挑戰這個概念 他連藝服的部分都拆掉 他把好幾個藝服組合在一起 那同時就把他們的藝術組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意義 那所以就變說 就變成John Boo vs. Irish Humpty Dumpty 那為什麼Humpty Dumpty還很有意思的是 我必須要提一個東西 這個如果大家念Ulysses第六章 第七章的時候 會提到這個東西 Nielsen's Killer 這個杜柏林 他稱他是Waton Adulter 因為他都把口袋 手插在口袋裡面 他就不知道他的手在幹什麼 那這些根柱子呢 在艾爾蘭獨立之後 1954年吧 忘記哪一年 被RRA炸掉了 RRA當時就開始把任何東西 跟英國皇家有關的國王騎馬的 什麼都炸掉了 宣誓我們的 所以 Nielsen Pellot 然後我們就被炸掉了 比較好玩的是 這個行動呢 IRA稱之為 Operation Humpty Dumpty 為什麼 因為Humpty Dumpty 之後摔下來摔破了 Humpty Dumpty 那是RRAIDLINE 在頭先最後從牆下摔下來摔成碎片 所以這個Operation Humpty Dumpty 就是要把 他再高高在上 就把它炸成碎片 所以這個 有意思只是一個 當然這是在 Denisway出版之後 就是行動之路 沒想到這麼多年後 還有這樣子一個 association在 所以帥國 好 另外的 有意思的主題是 Time and Space 我們剛剛在提門課 我們常常聽到 Time 常聽到Space 這兩個東西 喬伊斯是很故意的 因為 這個跟這個人有關 Wendon Louis 他寫了一本書 就Time and Western Man 那裡面有一個 特別一個章節 去討論Joyce的Ulysses 然後把他罵了一頓 Ulysses也好無心意啊 這個主角都很 平板 剛剛就是cliché 那這本書 太重視時間 而忽略了空間 他說 他跟Muscle Cruise 都犯了同樣一個錯誤 你們都太重視時間了 但時間是extract 它是空虛的 空間才是一個實在的東西 那喬伊斯很在意人家 對他怎麼批評 那這個這樣就包覆了 好 你要空間是不是 我就給你一堆空間 後來Vayne Swoy 就幹了這件事情 那當然他也自嘲 後來在 Shannon Pennant有一張 就提到Shannon Pennant 做了什麼事情呢 提到他寫了一本 His Uselessly Unreadable Blue Book 為什麼說Blue Book 這是尤里希斯第一版的封面 就是藍色的 這個投影機看得見 要看出來 藍色的封面 就像這個樣子 那Uselessly 就是Ulysses Anagram 就把它拆掉了 Unreadable 因為大家都說Unreadable 他就自嘲 Of Echoes Echoes is Bloom 所住的那條街 Seven Echoes Street 所以他最後就自嘲 怎樣 我就寫一本Unreadable Book 要不然怎麼辦 他就直接這樣做 所以 當然不只 Looks and the Drive 是對Wintern Louis的一個回應 另外還有一個 Aunt and the Grace Hopper 裡面還有一個 也是針對Wintern Louis的回應 反正曹玉斯是這樣子 裡面 還甚至對那個 當時Ulysses出版的時候 他有批評他那個封面很醜 也有人批評說 然後 Ulysses又因為被說是銀書 然後被查扣 他裡面都提到 在這個裡面都有提到 所以真的信念很小的人 所以不要得罪放張 好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Illusion 就是Isel of Island 我們剛剛也聽到 在念到那個 那個 那個 Rubuleta那個部分 其實有聽到Isel的這個名字 Isel of Island 愛爾蘭的公主 他其實跟亞瑟王 傳奇的一個部分 他本來是應該嫁給 Cromwell的一個郡主 一個領主 可是因為他的丈夫 被Tristan給幹掉了 他本來要幫丈夫報仇 就沒想到看到 他這麼帥 就忘記報仇 就愛上對方 他最後兩個都死了 無法成就的戀情 那 當然就先走到 愛爾蘭的一個地方 在Dublin西邊 叫Chapel Lizard這個地方 那Chapel Lizard 愛爾蘭文的意思 就是Isel's Chapel 就是Isel的禮拜堂 據說 據傳說 Isel就是在 藏在那裡 Isel就是最後 就藏在那裡 Isel of Island 那當然 就是Tristan的Isel 是另外一個Illusion 我們看到 如果他在哭 他在哭的時候 Tristan 那邊那個 其實就是這個 那第三個 Esi 當然跟 Luchia Luchia是 喬伊斯的女兒 喬伊斯兩個小孩 一個是Georgio 大家就是Georgio 那我兒子 Luchia Luchia 出生的時候真的是 獎上名出 小伊斯愛他 愛得非常 愛得要死 真的真的要死 但是Luchia 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就有精神方面的問題 但是 Joyce一直不願意去證實這個問題 大家認為 這是我女兒的天分 她只是一個 不被人認同的藝術家而已 所以一直Deny這個Fact 她就延誤治療 一直到最後1936年 1936年 喬伊斯五十歲生日的那天晚上 Luchia發病 然後對著媽媽扔椅子 然後喬伊斯再發現 事情重大 她決定 真正讓她女兒 研究 嚴正的去接受治療 之前已經看過很多醫生了 但人家跟她建議 喬伊斯都不聽 她甚至相信她女兒 有所謂的臨事 有預定 臨事的功 愛女兒 愛到這種 我們不願意相信自己女兒 有一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後來 被一位作家 Jewis Carroll Oates 寫著一篇短篇故事 叫《Daisy》 收錄在《The Other Side of the Night》裡面 臺灣好像只有世代有這個討論 目前我查過 臺灣只有世代有這個版本 大家有機會給你們看一下 那個故事寫得其實還蠻感人的 但他並沒有 這個是Oates已經承認說 他是拿喬伊斯跟Luchia 兩個人關係作為藍本作寫的講說 那這邊 最後他帶Luchia去看 浩用 榮格 那榮格是Luchia的 第20位精神醫師 就在他之前看過 那榮格診斷過Luchia 診斷過喬伊斯 最後對旁人說 She and her father We're like two people going to the bottom of the river One falling and the other diving 兩個人都在沉了 兩個都沉到水裡面了 不同的是Luchia是Falling Luchia是不自主的 就是往下沉 一往下沉 喬伊斯是慢慢Diving 慢慢往下游 慢慢往下游 等於說一個是可以控制 一個是不能控制的 那他也診斷了 因為我們知道喬伊斯是酒鬼 那榮格認為喬伊斯過分的酗酒 只是把他的精神壓力釋放出來了 他認為喬伊斯是透過這樣子 來釋放他Skizzo的壓力 因為Luchia就整張出來 是有Skizophrania 那個分裂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症 但我們不要忘記喬伊斯是艾爾本人 所以他酗酒的原因起來 我只覺得應該不是那個關係 所以Luchia最後才說 為什麼Movelletta 那一段喬伊斯是帶著感情一些 因為我們剛剛有聽到 有聽到一段Nuvoluccia 那個Nuvoletta就是代表 就是Luchia 那你看到Luchia 剛剛Luvoletta 常常用一個字叫reflected 他是一個人的 他一個人 他算reflected可以用想 但是reflected又是 反映出自己外自己的klinage 暗示了Luchia Schizophrenia 這個一個症狀 所以曹伊斯在寫 Nuvoletta那一段是真的 那Luchia的症狀 對Findersway的寫作也有很大的影響 Find Fordon在2010還是312 有寫了一篇文章 看到Luchia 對Findersway寫的寫作的影響 還蠻有趣的 那當然 提到淹死的話 還有一個人 Ophelia Hamlet裡面的Ophelia Ophelia也是很典型的 就是 我們知道最後就是淹死了 那我們知道 Nuvoletta最後也是變成雨水 進到河裡面 然後就流走了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典故在裡面 但是最重要還是 Luchia是達夢的整個東西 成就這樣子的東西 好 當然這邊我是可能要快點掉過去 因為時間沒有那麼多 這個呢 後來他們有提到很多拉丁文 這個是其實根據 San Malachy's Prophecy of Poles 這個前一陣子 那個聖方濟各當選教統 之後大家在討論 因為聖方濟各根本不在這個名單裡面 當時最後一個名單是 最後當選教統會到 是羅馬的毀滅 他的預言 那個本土石油師是最後一個 結果沒想到 欸怎麼又來一個 所以 喬伊斯參考這份名單 裡面用了很多的典故在裡面 但其實他 重點只有在這個 The Rule of Avion Force 其他都只是 強調他只是代表羅馬 Moves代表羅馬教徒的 這樣一個身份而已 那 當然也有很多聖經典故 大約很多 那我這個 這個講義 我之後會放在我們的網站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今天可能時間不夠 沒辦法詳細去講 當然我要提到 就是聖經這邊 那個Matthew Chapter 4 Verse 1 然後就看到James John 這兩位是兄弟 耶穌看到他們 然後是他們作為門徒 作為門徒的那一段 當然還有彼得 好 那我們簡單的 開始看到課文的這個部分 開始看這個text 沒有辦法 就一步一步的細講 但是我們簡單的代表 好 大家來 The Moops and the Grimes 所以 Gents and Ladymen Fool-stoppers and semi-colonial 當然是 Semi-colonial 然後他變成 Semi-colonial 那你知道他是對誰講話 艾爾蘭人 因為艾爾蘭人是 北英國殖民的 所以Semi-colonial Hybrid and Lubbers Hybrid 可以把它當作 Hybrid 就是貴族 因為Luber是笨蛋 所以 Hybrid is a Luber 但是你也可以把 Hybrid混血的 指的是Angle-Irish 艾爾蘭有很其他的 就是他們有 Catholic 通常Catholic 被認為是正統的Irish 那英國來的混 他們是混的叫Angle-Irish 就是有英國協同的愛爾蘭人 或者是說現新教徒的愛爾蘭人 Angle-Irish Irish and Lubbers 那我大概簡單把這個重點 每一段的重點點出來 I am within a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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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講故事到從前從前 Once upon a time 我就不要 I am within a space 因為他一開始把 I am within a space 結合在一起 I am 就是德文曾經 Once 但是I am是會想到誰的 Albert Einstein Relativity 空間這項對論 所以就一直在玩這個遊戲 那這個會讓人家想到的是 A Portrait的開頭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very good time 這個其實可能會想到 那個 那個 A Portrait的開頭 好 這一段的重點就是 這個MOOX他要出去散步 所以他散步之前 就做了很多準備 鼻子挖一挖 鼻子挖一挖 鼻子輕一輕 最後呢 Harp on his crown 我想要強調這個點 大家注意一下 Harp on his crown 我查了OED 我怎麼查就查到 Harp on有孤單的意思 Put on his crown 那我後來在想 為什麼要特別調 Harp on這個字 Harp Harp 是愛爾蘭的國會 書琴 那這個其實跟愛爾蘭的國會的演技有關係 在愛爾蘭最早的時候還是屬於 Lordship of Ireland 當時屬於領主的那個部分 愛爾蘭的國會是這個 三個王冠 三個王冠 這個跟我們等一下看到的下面有一段一個 在下一段 From Vetoes to Three Tops Three Tops當然指的是較重的三重的王冠 但是也是暗指了這個 愛爾蘭最早最早的國會 三個王冠 為什麼知道它是國會 因為當時愛爾蘭的皇帝 前帝後面都印上這樣子的徽章 那這個大概是 Edward Ford 在Henry the Eighth之前是用這個 那這個徽章後來稱為Monster 就是愛爾蘭的一個神的徽章 當然是後來 我們知道Henry the Eighth為了婚姻的問題 跟羅馬教廷決裂 他說我不要王冠 那這個三個王冠 又跟教宗的三個王冠有關係 他決定我要趕 那當時他又把愛爾蘭變成 Kingdom of Ireland 他說蓋起來 所以呢 把它變成了這個 決定成為竖琴 那竖琴為什麼 之首也代表愛爾蘭有幾個典故 那我就今天這邊比較不去解釋 那這個很確定是在Henry the Eighth 因為當時Henry the Eighth所鑄造的銅帝後面 就是開始印了 是父親了 就像我們今天看到歐元後面 各國各國後面都會印自己國家代表的會長 是一樣的 變成竖琴 但是變成竖琴是不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象徵他是王府的一部分 所以就有Crown Mountain on the Heart 證明Crown當然就是王國 就是英國國王 就是永遠在你Ireland之上 On the top of the Heart 所以還有這樣的設計 也有這樣的設計 也有這樣的設計 那就是這個 這個大家比較熟悉的 Royal Army的那個徽章 左邊的獅子當然是英國 在象徵著英格蘭上面帶有王冠 所以獅子是英國 右邊的 各位的右邊 Unicorn是古教授 象徵的是Scotland 但是你去看 Unicorn是被鏈子牽住的 Unicorn的脖子上面畫一個鏈子 Ireland在哪裡? 家 小小的Ireland 那上面還是有什麼呢? 王冠 一隻獅子 你們都是在我腳下的東西 所以一直以來 都是Crown on the top of the Heart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直到呢 直到艾爾蘭開始不高興 開始要革命了 那有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是United Irishmen 這個是IRA的前身 叫聯合艾爾蘭人會 United Irishmen 他們當時就決定 我們要採用Heart without Crown 我們就把Crown拿走了 象徵我們獨立 我不是在你之下 取代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在這邊放了一個東西 小小的 這個Hop on the crown 很有意思 我那時候在看 為什麼看 我看Mayhew的註解 我在看Thinway上面的註解 都沒有提到這一段 甚至沒有人去討論這個東西 那我是覺得非常有意思 今天跟大家分享 這一句話 其實後面有很深遠的一個歷史 他就是 那喬伊斯故意終於說 I'm hot on the crown 終於不是Crown on the crown 我先把他倒過來 現在是Hop on the crown 雖然他是玩這個遊戲 好 所以不管怎樣呢 這一段就是提到 迷路出去散步 全副武裝 帶了八八劍 八八劍還掛在兩腿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 喬伊斯就很愛玩這個武器 總是會有一些性難事在裡面 後面也是很多 他看到了 然後我們看下一段 he had not walk over Pandapir process from his Azillium Azillium就是 asylum 他就住精神病院 所以這幕住的是 住在asylum裡面 然後走到 near St. Bovary without war 那這個是都國林的一個地名 所以他就走到 他從Ludstown Ludstown 是倫敦 他從倫敦走到都國林 看到一條河 那條河 On this linear and permanent ALP 就是媽媽 也就是Liffy 他看到Liffy 那這個是 Finnigan's Blade Sean第一次看到 Analybia Grovel 一直到第五章 母子才相見 然後他看到這條河的時候 他形容在 不過好聽耶 Upon the most unconsciously barky looking stream Have a lock on my lock his eye with barky looking 像長折一樣的河 然後後面在想 然後又形容這條河 It smell brown Thought narrow Talk so shallow 聞起來 褐色的 就聞起來臭臭的 Smell brown 然後又窄 然後又淺 Talk shout 就講話又沒有深度 那樣子 可是 但不管怎麼樣呢 他是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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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and me Little down the street Don't know nothing 我還是愛你的 為什麼你是我媽媽媽 那他想說 Liffy真的這麼不堪 Liffy真的這麼不堪 跟各位分享一首詩 叫Liffy Town By Evan Bowlen Evan Bowlen 是大爾蘭當代一個女詩人 他寫Liffy Town這首詩 我要各位強調是第二段 Stanza Jew Single and Bistone They wander 那麼累幾十天 They wander in the olive water 然後把自己的核形容 像南油一樣的 那就是Liffy 那為什麼Liffy的顏色 是像 Olive Oil一樣的 這樣的顏色 那為什麼 因為Liffy在行津的時候 會經過一個泥炭坑 使得它有點髒髒的泥濁味 那所以呢 艾爾蘭威士忌裡面有一個品牌叫Jameson Jameson就是利用Liffy的水去釀造 所以據說它有一孔泥炭味 成為它的註冊商標 就是這樣來 對 OK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And I declare what was there on the yonder bank of the stream 這個時候 他到了河 他沒有過河 看到河岸的另一旁 看到什麼東西呢 But the brides 看到的葡萄 And no doubt he was fit to be dried For why cannot he be having the juice of his time 其實這個橋一直在自嘲啦 我來改戲嘛 那是賽斯算啦 因為我就是不得單代搭的情況嘛 那個Juice of his time His pips have been needing to drown 那這邊在形容 形容那個 那個 葡萄的長相 所以就是 果肉呢 His pops were charging olders every older minute 就每一分鐘 但那個 嗯 Meku的註解說 Changing color 但是你直接唸就是 Charged and older 就發出臭味嘛 所以他就是 有體重嘛 每一秒都發出體重 He was quickly forgetting 這個這下面很好玩 He was quickly forgetting the dresser's disdain on the fly leaf of his throat 看樣子好像是說 那個fly leaf 剛剛講的是樹葉 可是fly leaf 是講的是書皮 書葉 其實這個曹醫師在嘲笑 在反諷就是說 曹醫師的 Ulysses剛出版的時候 藍色的封面 很多人在笑說 這本書那麼厚 然後是藍的 就跟English telephone book 沒兩樣 曹醫師的Ulysses剛出版的時候 大家都說 這項電話書長 因為當時的 英國的telephone book 也是藍色的 所以常常把他的書 跟電話布做比較 曹醫師也知道了 所以他現在報復了 他說 He forget 我忘了我忘了 我已經忘記你們 但是還是記得 Forgetting the dresser's disdain 這些人嘲笑他的封頁 寫成這些長這樣 And he was quietly forgiving Balix disdain On the bulk side of this coup de pom Balix是書背的意思 那coup de pom 是夜底的裝飾 這也暗示其實就是Ulysses 為什麼 因為他因為書 曾經被錯過是贏書 在美國跟英國都被查扣了 Balix是行政官 执行官 Distain是扣押 所以他也忘了 我也原諒你們 你幫我書扣押 你原諒你 因為已經解禁了 所以我原諒你們 他現在就趁機在報復 真的不要得罪膨 現在就用寫書的方式來報復 所以他現在就是用這兩句來嘲諷 尤里希斯曾經受過了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他已經忘了 我也原諒 這樣子的意思 但是呢 The MOOCs 過得很好 In all these spacious heavens As lived by Optimus Maximus MOOCs 就是很高尚的 從來 Never have seen his Douville brother-in-law so-nigh to a pickle Douville Doublin 因為Lutztown是文革 Douville就是 Doubill 就是Doublin Bruder-in-law Bruner-in-law brother-in-law 他的兄弟 so-nigh to a pickle 他說這個 煙菜 從來沒看過我自己的兄弟 看不像煙菜一樣 但英語的俗話 So be in a pickle 表示是陷入困境的意思 那 其實就是指的 就是 看到了 Bride說 哇 怎麼 這麼難看啊 這麼難看 這也是 Sean and Shem 第一次見面 這一張 兩兄弟終於見面了 也見到媽媽了 好 Adrian 這個時候看到 他就講很明顯 That was MOOCs Now Assumptimate 這個是MOOC現在的名字 Assumptimate Noman 那個是 拉丁文 Assumptimate 他現在所用的名字 Adrian 所以就很明顯值得是 雅德里和詩詩 所以就開始 兩個兄弟 Adrian 不是Adrian MOOCs 就在那邊找到一塊石頭 這段有點長 但我簡單講解 就是他看到了一塊石頭 他就決定坐在那個上面 那石頭 有一個典故當然就是Peter Saint Peter Peter在拉丁文 Patrius 也就是石頭 那耶穌神說 我要在這塊基石上建立我的教會 所以這邊就是象徵的是羅馬教會 他就坐在石頭上 開始跟Gribe 兩個人開始對話 那誰先開口呢 我們看到下一段 誰先開 Good Appetite of some MOOCs 你看其實Gribe還蠻有禮貌的 而且還不是說 這很像台灣的文化 吃飽買 Good Appetite 吃飽買 什麼 How do you do it? Cheap the gribe I think in a very modern voice 它是很尖銳的聲音 它是很尖銳的聲音 然後下面有一個Jackass開始笑 因為他們都知道那個MOOCs是怎麼樣 什麼人 像狐狸一樣的肩杖 那 Bribe就是說 I'm Romeroom blessed to see you my dear monster My dear monster My dear monster My dear monster 或whatever 有很多音 你們可以去拼 Would you knock the hopes? Tell me everything if you're pleased 請你告訴我 什麼東西呢 All about Ollum and Lithium 聽起來像什麼 Analythia 其實其實就是 OAL已經跑出來了 請你告訴我 我關AL的一切 Everything about Annalythia for Abel 在Finnigan's Way第15 去Book 1 Chapter 5 開頭 上次漢群偉老師有秀過 各位一個三角形 開張那個三角形 Oh tell me Tell us please Tell us Analythia for Abel 一直藏在後面 一直又透過其他人 在講他的故事 大家都想八卦 Tell me tell me 那現在這邊也是 Sam跟Sean說 你告訴我關於我媽媽的事情 好不好 Would you please跟我講嗎 好不好啊 你應該要求 然後呢 MOOCs怎麼回答的 Right No 所以這個回到 我講過這張人開始的問題是 如果 Sean看到Sam有困難的時候 會不會去幫助他 Sean說我不要 那現在用這個故事來跟你講 我就是不要 你跟我講說 你告訴我媽媽的故事 事情好不好 不愛 我就是不愛 Bullow the MOOCs most telephorously 這邊看到Bullow跑出來這個字 Bullow當然就是大喊 Bullow 這個字大喊 但是他就把故事變成Bull 所以又跑在這個步 就跟英國聯繫又跑出來 Jumbull又跑出來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開始不然怎樣 就開始跟他講啊 講個 Blessed yourself and your anatomy and inferiables Now I'll hand you for an animal moralee And she hopefully in my superpuncted Blessed you 反正賣他一頓 我比較高貴啊 我就是不要跟你對話 Blessed you 滾開 轉到我後面去 這個 這個 搞不懂 人家也沒有得罪你 看 只是問說跟我講媽媽的故事 不愛黑 我就是不愛共鳴 那這個時候呢 Grives還是繼續低聲下去 Until infinity oblige with you 但是呢 那個 Grives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做什麼事 His wine having gone his paupery head 我們知道Wine就是葡萄酒 Rice就是用葡萄酒 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他的酒呢 他一直在喝酒 那個酒已經貓到頭上了 就是已經醉飽滿了 他是醉飽滿了 在跟Mux對話 已經跑到他的頭上了 I'm still always having a wish on all my extremities 我還是很希望跟你合得好的意思 希望你跟我講的話 Buy the watch What's the time pace 你看這個時候時間跑出來了 他一直要Mux跟他講時間的事情 那這個What's the time pace 還有另外一個 不能說典故 他跟這本書還是有一個觀念 HCE在 Book 1 Chapter 2的時候 有提到他犯了兩個罪 其中一個罪 就是他在Phaenix Park 第一個罪是他在Phaenix Park 散步的時候 好像有意無意的對著兩個女性 做出不理的動作 但是好像是Expose himself 但是我們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另外一個問題是 他碰到一個Cat Cat就是流浪 流浪 然後問他說 What's the time? What's the clock? 好像偷了一個時鐘的樣子 然後HCE就這樣被人家定罪了 所以這個又回到 連結到HCE在那個的最好 就是因為被問的一個時間 這樣被定罪的一個議題 HCE到後面就消失掉 一直到 第16的時候 就說他死掉 然後後面又復活了 然後E5是 Analy Probell寫了一封信 其實不知道他寫 他口述 那個Shan寫下來 然後Shan把它寄出去 那一封信 口述這樣子 但不管怎樣呢 反正就是 這邊變成space跟time的真實 跑出來 結果也是有意無意 把這些東西帶進來 那Mooks就很生氣 Ask my index Mook my kitty Swirl my obloom 反正就是罵 反正其實沒有什麼意思 他就是在罵人 然後就是 他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Mooks的表 Mooks的神情 Rapley turning Claimant Urban Eugenius Celestine And the foremost good brotherly Humors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這些都是教宗的名字 Claimant Claimant 是Claimants 很多教宗都有這個名字 Urban 有幾位教宗 例如說 Urban Urban Eugenius Eugenius First 有四位教宗叫這個名字 Celestine Celestinus 有五位教宗叫這個名字 Gregory 有十六位教宗叫這個名字 所以小醫師就說 你看就算Mooks在回答的時候 這好像在形容 好像臉變得怎麼樣 可是其實都把教宗的名字又帶進來 或者人家小醫師就想要玩這種遊戲 那 Quote a whore Quote a whore 這個是拉丁文 意思就是 What's the time 但是如果你用英文念出來 Quote a whore 就是引一句妓女說的話 就是又在罵人 Quote a whore 引一句妓女說的話 That's quite about What's the time My mission With my intention Don't be able to settle with you 我就是為了這個來跟你算上的齁 Barberisverse Barberisverse Barberisverse當然是罵哈利蠻人 但是有另外一個典故 搭造德門 德國費特列伊士的外號是什麼嗎 紅物質 Barbarossa 那費特列伊士又曾經跟Adrian Forbes有獲戒 Adrian Forbes曾經差一點要把他踢出較穩 所以喬伊士又在玩這個典故的遊戲 其實不知道也不會怎麼樣 但只是知道會覺得 Gooke很有意思的事 下面開始就 Let Thor be Olock 現在感謝Dixon 索爾 大家都知道索爾是什麼 但你可能不知道 Orlock是索爾的另外一個名字 那個Orlock其實就是索爾的另外一個名字 那Orlock在法文 對 在法文就代表是戰爭的意思 Orlock 所以我們要打仗了啦 Let Pauling be a ring Let you be bea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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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被痛打一頓 Let me be a Los Angeles 為什麼Los Angeles會冒出來 因為beaten是一個城鎮的名字 那他是後來被Los Angeles併盾掉了 所以我就是要把你撕掉的意思 Now measure your length 你看空間的問題跑出來 Measure your length 也算算 中文是講 趁趁你又幾感重 但是英文就 Measure your length Now estimate my capacity 你看空間的問題都跑出來 喬醫師在這種地方都把空間的問題解釋出來 Well sour 這個酸符號冒出來 Is this space of couple hours two dimensional for you 你看這句話 開始time and space冒出來 這空間是不是對你來說太惡度空間 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你只是了解時間的人 你怎麼會了解空間的這樣子的概念 For you temporizer 你是一個temporizer 你是管時間的人 temporizer For you give up como fred 你要不要放棄啊 你要不要放棄你自己啊 como 那個是愛爾蘭 不是愛爾蘭 拉丁文 how 要不要啊 fred也是愛爾蘭 拉丁文 shall it be how shall it be 怎麼樣 你要怎麼決定 那這個時候呢 那個grimes就回到 I was thinking about it 我在想啦 但是呢 for my rhyme and my raisins 他就開始玩押韻了一些 rime of my raisins raisen 因為它是葡萄嘛 那raisen就是葡萄乾嘛 但是for the rhyme of my raisins 其實也是好 這個意思 If I cannot make my submission I cannot skip you 我不能放棄你 the grime whimpers from the nethermost of the window I shovel 那句有夠長唸 我就不唸了 我真的很配不去 Lotan都會把它拆成裡面出來 不要有意思 下面這句 my tumble not the bollocker Bollocker又出來了 Bollocker其實是髒話啦 英文的招號Bollocks 就是搞完的意思啦 但是Bollocker 這邊又是指煙鈕 但Bull這個字又跑出來了 它又直接稱Moose 就是Bull my tumble is my own tumble 是當然是fall 吊落 我的罪落是我自己的事情 但tumble又有tempo 這邊又冒出來my tempo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下面 is my own my velocity is two feet in one second my velocity is two feet in one second 我吊落的速度是每秒 每秒兩時 吊落的速度 但是這邊也可以翻 my felicity 我的幸福 is two feet in one second 我的幸福就是這樣卡死 我註定該死就是要這樣子 所以這句話被拆成兩個意思 一個是你的 我的tumble 你把它tumble當作fall的話 速度是每秒兩時 但是你把它拆成其他意思的話 我的幸福是就宿定這樣子 不就是要這樣過 但是 比較有意思是下面那一句 but I will never be able to tell you Horishness your holiness Girgin near lost his limb 他差點掉下來 這邊是Hompty Dumpty的那個印象出來 差點掉下來 Lost his limb就掉下來 Though my court father was bought a sudo waiter sudo waiter who's a club you'll wear 他因為他是酒 葡萄 所以他的爸爸是cork 就是 那個瓶塞 軟木塞 但是還有一個點故事 喬伊斯的爸爸是從cork來的 所以我的爸爸是從cork來的 我的爸爸只不過一個sudo wine 喬伊斯銀行其實太多他爸爸的文笑了 這個我就不再重述了 但是後面又來了 who's a club you'll wear 你當然是說who's a club you'll wear 或者who's a club you'll wear 你穿的是誰的披風 或是你是誰的時鐘 但這個time and space又跑出來了 那這邊再來啦 牧師回答 your temple 所以這邊temple 跟那個tumple結合在一起 sus in clevo in clevo in clevo是拉丁文 這是其中manipid的其中的預言 semper ex commicade ambi sumus 這邊的話 拉丁文原來意思是 we're always around the ex communicator 我們總是跟那些被屈服教會的人在一起 這個跟當時都柏林在 我昨天查到是在以一 都柏林所有的市民 曾經有一年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 全市的市民都被屈服出教會 有一個這樣的典故 那也是因為在Adrian Ford才下令Henry II 光站下來變成天主教的地圖 這樣子 所以是有一個典故在這邊 那如果temple 你的temple是在哪裡 Turkies in Europe, Turkey in Asia 聽起來像哪裡 Turkies in Europe, Turkey in Asia 那指的是哪裡 Constantin noble is temple 為什麼Novarom 伊斯坦丁堡當時被 Constantin大帝建立成新羅馬 所以就是說你的神殿是在Constantin noble 我的神殿是在哪裡呢 My building space in Leon-like city Is always to let Leon-like map Leon-like city是梵蒂岡建設的一個城市 就叫Leon-like city 所以你是在土耳其 我在Leon-like city 我在羅馬 但是Leon-like city又有另外一個意思 是英國嘛 不要忘記了英國的象徵就是Lion 所以我是Lion-like city 然後只能讓誰進來 Lion-like man 只能讓英國人進來 所以這邊又有一層的典故 在陰愛的情節又在這邊呈現出來 The most is the most consistors of location And I require to proclaim as All my temporal will help you from Beat till by inches 我沒有那個能力讓你 當然by inches你可以解釋 就是bit by bit 一點一點就死掉 我沒有辦法幫你 因為你已經 你就是這樣自取滅亡 但是我沒有辦法幫你被 intress intress是距離 所以你會被空間閃 你會被空間幹掉 在這邊喬醫師就在玩 那個space and time的遊戲 所以這邊後面下面 下面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意思 所以他說 My side thanks to Christ a same as mother our house he continue And I can sing from my holy dome what is to be holy saint OK 這個就是教宗的 Holy saint 但是這邊有一句很好 Union-joke to be joined to yoke Union-joke 什麼是Union-joke 其實是Union-jack 英國的國旗啦 英國的國旗俗稱就是Union-jack 但是Union-jack是什麼產生的 給大家簡單一個圖 下面對下面那個是英國現在的國旗 其實它是結合愛爾蘭蘇格蘭跟英格蘭 三個邦 有很多邦嗎 三個廣國的旗號 結合在一起 左上 St. Andrew's Cross 那個是Scotland 右上 St. George's Cross 那個是英國的 這個都是他們的守護聖人 我們看莎士比亞的 他們有一個 就是那一齣 他們有高喊St. George's By the name of St. George 那當時 因為英國是先把蘇格蘭幹掉 要併起來的 所以國旗變成左下 譬如在這邊 1606年 把蘇格蘭併下來之後 兩個旗號合併變成這個樣子 之後呢 1800年 Union-jack 聯合法案 把愛爾蘭併進來之後呢 那個XX是St. Patrick's Cross St. Patrick's Island 的守護聖人 結合起來 變成我們今天的國旗 那想說愛爾蘭獨立啦 為什麼國旗沒有改 北愛還是我們啦 所以北愛還是 所以旗號就不改啦 變成這樣子 那喬伊斯這邊開個玩笑啦 Union-joke 跟你們結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笑話啦 Union-joke to be a yoke Yoke也是笑話的意思 把這個Union-jack就是一個笑話 這個旗子就是一個笑話 跟你們在一起就是一個笑話 I can prove against you wait a momentum 稱讚你只有幾樣鐘 wait a momentum my good enemy 用T-Lays號是什麼 my good enemy 那這邊呢 就是 呃 後面這邊有比較長段 比較有點困難 我就不講 因為那個是 其實是關於那個 羅馬教會跟東正教 我自己讀了好多次好多次 也實在不太好懂 那 這我剛才有提到 Rome vs Nova Rome 他們當時東西兩個帝國 拆了一半之後 就有產生這樣的問題 那 裡面有提到的是 Mono-physicism 那個是東方教會 認為基督 耶穌基督只有神性 而沒有人性 那現在的拼圖教會 認為基督是 人神都有的 才能解釋 他的那個犧牲 才解釋他的那個 十字架 平常十字架 那個是人格的部分 但是東正教也是 不承認這個部分 那 裡面還有一段 是關於Filoquid 它是一個 關於 聖靈 到底是從哪裡出來的 Holy Spirit 到底是從哪裡出來的 東正教認為 聖靈是從 Holy Father出來 而沒有聖子 反正這個都是 跟經典的解讀的不同 所以其實有點複雜 那小意思帶進來 是真的 裡面有一段 這段 我就不念了 但是 其實有一本書叫 Skeleton Key 是由Joseph Campbell 那個蘇菲的世界的作者寫的 他基本上就是把 Filoquid 翻成白話英文 翻成modern English 但是 他的解讀說實話 是有一點問題的 因為他把所有的pump 什麼都拿掉了 而且他的解讀也不見得是正確的 但是 有很多很困難的片段 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幫助去了解 超過時間了 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 看到 我們直接叫到 下面那個Nuvoletta那一段 好了 我覺得那一段還蠻值得看的 看一下 其他 反正兩兄弟就這樣炒 炒到天荒地老了 不管他們了 Nuvoletta and her light dress 這邊看到 我這邊就沒有多變了 Nuvoletta and her light dress spunk on cisting shimmers was looking down on them 然後這個兩個兄弟 炒到天荒地老 小浮雲 Nuvoletta 小浮雲 飄過來 看著他們 然後呢 Lean over the banister this line as she child as she could 這個其實都很白話的英文 其實還蠻簡單的 How she was frightened When she was englobbering homesick and was don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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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nderstand And she was alone All her newbie companions were sleeping with squirrels 所以 Nuvoletta是一個人的 他的朋友們 都在跟松鼠女睡覺 Their meaver Meaver是房東太太 Len lady的意思 Their meaver Mrs. Moon Moon 月亮 他的房東是月亮 was off in the first quarter scropping the back step of number 28 因為月亮每二十八天 一會一次 所以二十八天到了 月亮都不見了 所以房東太太也不在 Fuber Fuber father 他的爸爸 那是skum 有一點罵人 但skum是太陽的意思 Scanamian He was up in nowhere of soca-pollars 他跑到 Norward是 雲敦的一個區 soca-pollars 就是soda-pollars 就是賣汽水的地方 我們要去看什麼的 Eating oceans envolting blood 其實是會久了 爸爸也不在家 爸爸就會久了 Linvoletta Listen as she reflected herself 所以跑到reflect的這個字 就開始 他不只是聽 你可以reflect 可以一直想 但reflect 他也開始 create a mirror image 這個反應的 越double 當然就 暗示盧西亞的問題 Now the heavenly one with his constellation and his emanations of HCE 這邊大家注意到 HCE冒出來的 his H comns the left area c 下面 扣掉那個n的意思拿掉 E就跑出來了 HCE 喬伊斯常做這個事情 把HCE一樣插在那邊 and she tried to try to make the Moots look out at her 他想要讓Moots去看他 but he was bored to at a oh 這個字有點不忘念 and he had told possibly farsing 這個Moots看不到 and to make gripes here how cool he should be oh he was too schismatically auricular about his eyes to keep her 反而不然的樣子兩個兄弟 看不到也聽不到 but it was all mild vapor Moist 一切都是雲 但又回到Moist 雲就是Moist vapor Moist Vapor Moist and boundless curiosity for conclave 這邊其實有很多字 這邊也很好玩 有人在argue conclave就是玄教中的會議 那有人argue說 Moots and gripes 為什麼這麼忙 所以他們忙著在玄教中 有人argue 有論文在講 因為這一篇裡面 真的有很多宗教的典故在裡面 所以他們說 這兩個人就是 在玄教中 沒有言 真的誰要 因為其實東西方教會 所以當時的catholic church跟orthodox 在爭執就是 誰才是教會的領袖 Roman church 認為我們是普世教會的領袖 但是orthodox 認為你只是西方教會的領袖 所以他們兩個在學教中 不管怎樣 反正他們兩個人 就是為了很多事情在忙 就聽不到他 She tried all the Winsome Winsome way Performance had taught her She taught her 他教用了很多各種方式 去吸引他們的注意 但是不管怎樣 這兩個人就是沒辦法 注意到他們 那 我們看到 And she smiled over herself Like the beauty of the image of the pose of the daughter of the queen of the emperor of Ireland And she sighed at herself As she was born to bride With Tristis, Tristor, Tristinus 聽出來像什麼了嗎? Tristan Oh She was born to bride 她是出生就要註定成為 Tristan的信娘 但這邊 就有些又玩了 拉丁文的遊戲 他會玩比較急 Tristis 拉丁文的 sad Tristor, sadder Tristinus, saddest too 可能在玩那個野樂戲 就是說 他註定就是要嫁給這個人 可是這個又是很詳細的一個故事 他就玩這樣子的遊戲 註定是一個龜悲劇 But sweet maddenite She might fare as well to carry the daisy word to Florida 我就怎麼想會想不出 為什麼到 Florida去 So the mooks a dogmat aconite were not a moose and the gripes a dublibus catholic were not a moose 又把他結合在一起 但是你又把dogmat 拆開來 變成goddamn 你把dogmat 拆成兩個字 然後又把他倒過來 變goddamn 他一直在罵人 when that the moose and the gripes dububus catholic 什麼東西啊 dubius catholic catholic 但是你把他再把那個dububus 拆開來 dublin bubus catholic 一個從都柏林來喝醉酒的 catholic pintly abolition 一個見望 一點興趣都沒有 I see she's side there are manner 當然解釋第一個是 我知道了 有規矩啦 但是另外一個解釋是 lay on manner 他們就是男人嘛 男人就是這樣子嘛 女人都沒有把心他們處理好 so the cyst of the wizard's side softings this certain of the book grows Around of one time media's reed and shades began to glitter in the banks grifting grisping dust onto dust 這邊在描寫那個場景開始變換 天黑了 and the catholic catholic is all peaceful world Mekanesia was all soon called from the room feathers same as the world generous and onerous the mooks had some eyes some eyes right but he could not all hear mooks視力沒有問題 看他聽不到 所以mooks是聾字 the gripes had light the ears left yet he could not use it he could but use it 葡萄聽得見 但是看不到 所以葡萄是瞎子 Joyce視力有問題 所以視力一直都有問題 所以這邊都一直把自己跟那個葡萄做連結 exist and ecs 這邊是個子另外一個 所以一個停下來 另外一個停下來了 tongue and tongue and tree and it was never so dusk of both of them but still moved off 開始兩個人才是在想事情 比較有意思的是 我們看一下下一段好了 how was dusk from Balema Raya to Bracey Plana Don't say adieu 開始開始說再見了 晚上了 you were so dusk adieu adieu 但是你把電的發文 adieu adieu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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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說 bye bye了 you were so dusk that the tears of night began to fall 這段真的很漂亮 so dusk that tears began to fall first by ones and twos then by threes and fours and last by fives and fives and sixes and sevens so the pire ones were wacking and we now and we now with them oh oh palo tui palo tui palo tui 所以這段其實就想下雨了 但是這邊其實是講 Nuvoletta開始變成雨 慢慢 她流淚可是一滴一滴的慢慢滴下來 其實真的文字 沒有真的想像 你之前讀到這個說 這個是Pinnegan's way 對她就是Pinnegan's way 其實很漂亮 非常漂亮的文字 there then come the tither bank a woman of no appearance 這個有人說是 從那個Wild的 The women of no importance 轉過來 I don't know 我們當然是可以啦 但這邊有個另外一個典故 我們前面有跳過一段 但這個是北歐的典故 那個Valkyrie 女武神 在北歐的傳說面 女武神就是在戰場上檢食 死亡戰士的靈魂 把他們送到Pinnegan 把他們送到天空去 因為北歐上午 所以你在戰場上戰士的人 是可以被女武神帶到上天堂的 那這邊就有 因為這兩個兄弟已經吵到被吸牙了 所以女武神出現 開始在收拾 I believe she was black with chills at feet And she gathered up his aurainess of Mooks Mockfully where he was spread and carried him away In her invisible dwelling That hides Akira Rapa 所以他把Mooks简實起來 帶到他的住宿 叫做Akira Rapa 貪婪的老英文 那個是他英文 貪婪的老英文 貪婪的老英文 For he was the holy separate soul on Porshub's bit of a Borshub's apron 這很好玩喔 因為Mooks長得像什麼東西 Mooks長得像那個Borshub's apron 就是主教穿的那個袍子 Mooks長得像主教穿的袍子 我不知道那個怎麼長得像 不然他是形容說Mooks長得像主教的袍子 然後 So you see that Mooks had a reason 然後曹義士這邊自嘲了啦 Mooks has a reason And I know and you know and he knew all along And there came down They hit the bank 然後來了另外一個女人 To all important Though they say 所以這邊 所以有人說為什麼前面有什麼 Women of no important 因為這邊是個 Women of all important 最重要的人 Though they say that she was commonly Spited cold in her heat For he was like the blow Loaded to a hawker's hand Hawker's hand Hawker's hand Hawker's是小販 沿街交換的小販 Hankkerchief Hawker's 就是那種沿街交換的那個手帕 然後 就是 那個Mooks長得像主教的袍子 然後 Gripe長得像小販的手帕 Doesn't make any sense 如果有很多朋友說 This one doesn't make sense 不過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小意思就這樣寫 然後這邊 She plucked down the gripe Prompanning autotones 所以那個Gripe 嚇著 尖叫啊 他被拔下來的 很可憐喔 然後呢 就被帶走了 但是他被帶走到哪裡呢 It's Bellitude with her To her unseen Shelling It is De Rore Shelling De Rore Shelling De Rore Shelling 是拉丁木頭 From the Jew of Happen 所以 葡萄是上天堂的 葡萄髮是帶到天堂的 帶到天堂去了 And so the full gripe got wrong 葡萄就是錯的啦 不管怎樣他就是錯的 And that's always how a gripe is Always was and always will be And was never thought of of either of them And they were left now And only an almond tree But a stone How was Petrus Sear of us all Oh yes And we will let out And thus 最後什麼都不剩 只剩下一塊石頭跟一塊 一顆樹 那當然了還有一個 Oh yes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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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個姑娘 但是你把Always結合在一起 Always 唉 最後是聖塔 聖塔 聖塔 Then Nubuleta reflect for the last time 又再想了一次 但是又 again 又無意又reflect 這個字 In her long life And she made out all her merits and drifting minds in white 他決定了 決定了 第一下戲呢 She cancelled her engagement 決定了 把所有的預約定約都取下了 She climbed on the banister 爬台擺子 靠在拔手 扶手 她現在爬過去 She gave a Charlie Cloudy cry Nunway Nunway And light dress fluttered She was gone And into the river That had been the stream 她就變成飛流 So a thousand of fears had gone on her And came and come on her And she was stopped and struck on dancing And her muddy name was Missy Leaffy 所以她現在變成 Missy Leaffy Mrs. Leaffy Leaffy 變成 Leaffy 她現在變成 muddy name 她現在 但是也用 maiden name 可以 她就變成 Missy Leaffy 有人說 Missy Leaffy 也是 Mississippi 聽起來也很像 因為她都說 Florida 所以 So there fell a tear 我這段也要表演 我也喜歡 There fell a tear A singular tear A loveless of old tear 關號我就不念了 But it was a leap tear But the river trip on her by and by Lapping as though Her heart was broke Her heart was broken 但 broke有小溪的意思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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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y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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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 silly to be flowing by I know cannot stay 她想要停留下來 但是沒辦法她就繼續 水的河 往下流 下面這段結尾 為什麼會有 No of loss No of loss please 不要講 B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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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Enough 這邊就是 結尾 反過來就是 我們下課了 前面是 這個故事是有一個 Professor Jones講的 基本上 這一段就是這樣結束 Mooks and the Bride 就是這樣結束 那我們就是大概 大致上 我們今天音樂時間關係 真的沒辦法 按照國外的那種補數 也好 國外的補數會是大家做一圈 理念一段 然後理念一段 理念一段 大家就更能練那一段 那個喬醫師 他們在書裡是一個 Joyce James Schultz Foundation 他們花了三年 三年啊 每天兩個小時 Reading Group 才把這本K掉 三年 我不知道有沒有三個會 來玩這個遊戲 其實我還蠻想的 我那時候在國外 參加Reading Group 是真的還蠻有意思的 其實這本書真的 是要大家一起讀 比較有意思 因為有時候 你聽別人唸 我會唸出很多 你自己沒有想到的東西 就像我們剛才聽 Gim Morken在唸的東西 其實你自己唸 你可能唸不出那樣子的感覺 那今天 真的佔用大家 真的足足兩個小時的時間 很高興大家 能夠來 自己來參與我們的 讀書會 我們下個月還有一場 是由梁順潔梁老師 所出獎的 那也請大家 紐約來參與 營養地點是在書裡這邊 那當然 前面還有我們 學會的 入會 那個 申請表 大家都有興趣 如果你還沒有入會 記得填一下 申請一下 入會對學生 一般會員工吧 那個 那個福利呢 我們將來會再討論 你看 會讓大家會有福利 別想說會被擺腳 那今天就真的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 有什麼感想嗎 如果沒有問題可以講講 講講說今天 大家第一次挑戰Bennigan's Quake 今天可以 然後手勾不出去 我唸過Bennigan's Quake 然後大家可以這樣講 唸過 我來幫大家問 就是說 要入門 就是像你剛剛那樣子的呈現 其實把它呈現得非常有趣 可是這裡面做了很多的 研究的工夫 那你怎麼 就是說 要怎麼樣子可以 是一邊查這些典故 就是我想要請你分享一下 你自己唸的這個 一開始就先談過 又開始要做 Groundwork 就是先把典故的基礎打好 可是閱讀 就發現其實很多東西點覆都沒有 有提到 比如說Hop on the Crown 那個東西 那個是我真的 我自己在艾爾蘭生活過的經驗 也是同學跟我分享說 杜柏林的 艾爾蘭的會長是曾經有王冠 我才知道有這件事情 所以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東西 Pennigan's Quake的好處是說 你就算不曉得有什麼點覆 例如說 有一個讀書回 那個是Vicky Mahaffey分享的 他說他在參加那個讀書回 那有個太太 對Salmon這個東西很有興趣 後來他找出一堆 FamousWay裡面 有一堆跟Salmon有典故的關係 然後就給Vicky Mahaffey說 你可以有一天寫一篇論文 那Vicky Mahaffey的造作 那就寫了一篇跟Salmon有關的論文 Bruce那一場有在 記得是在Summer School的時候 Vicky Mahaffey呈現那個 那其實就是說 對國外的讀者而言 他們可能不需要這麼多的東西 他們只是要去聽到那個聲音 他會自然發現他的幽默 那我是覺得其實我 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很有幸的是說 我在艾蘭 我有上過課 我們那時候是 第一次有人 在老師正在課堂上 直接一學期都在教菲林格斯衛科 我是第一次有 有幸參與到那樣子的過程 那才知道說怎麼去 從菲林格斯衛科去入神 第二個是 我覺得從Genetic Study 就是我剛推薦的那本 Chapter by Chapter 那個真的非常有用 因為你當然去了解 喬伊斯的神品的東西的時候 你再去把他跟菲林格斯衛科的東西 某些部分去做結合 還有他的Distoric Background 其實會相對的容易 就知道他在講什麼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Ulysses可能還是入門傳 變成說 Ulysses是進入菲林格斯衛科的入門傳 因為如果你習慣 Ulysses Oxen of the Sun 那個風格的話 這個大概就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會建議一句 而且是如果你有第二萬雲傳場 德文 法文 拉丁文 西班牙文 第二歐語的傳場 讀菲林格斯特別是義大利文 你讀這本會真的很輕鬆 因為喬伊斯用了很多 這些歐語的東西在這裡面 但是因為我有曾經學過拉丁文 所以裡面有些拉丁文 都是我還可以理解 但是真的是 就是說如果你有第二萬雲的傳場 去讀菲林格斯衛科 真的會幫助很多 因為很多電故 其實一看 你那個胖一看就出來 比較容易了解 但Ground War會真的必須要去做 但Ground War只是讓你去了解 他後面有些點故 但實際要去把那個東西 piece by piece 組合在一起 還是得靠自己 他比如說 他這後面有什麼點故 然後可能他的白話文 比較接近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但光今天這個 我大概畫了一個禮拜的事件 幾個字 在那邊查 去確定他的意思是什麼 那你看了Roman McHugh 他以為也查了中文的 確定我沒有搞錯了 阿里斯 但後來發現還是有些管是讀不懂的 還是有讀不懂的 我問一下 這是一般讀者 然後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mentality 你會寫這樣的東西 你當時 其實很有意思 當戴崇龍老師那本出版社 當中文一本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在中國 是一個Phenomen 那他們請了很多很多作家 來談 Joy是為什麼要去Phenic's Way 那當然 有王安逸阿 沒有我等等 那其中一個評論是 喬伊斯瘋了嘛 才會寫這樣的東西嘛 那我看到他的評論 我可能是這些人都沒有念過 喬伊斯 喬伊斯哪 我的感覺是喬伊斯 終於能夠有一段時間 他不用擔心吃住 也不用擔心他的評價 他不用擔心他的歷史定位 終於可以放手去寫一本 他想要寫書 那他的書就是 吉他 就是吉賣弄之大乘 因為他這本書後來給他的Patreon 那個Harry Shaw Weaver看 那Harry Shaw Weaver也說 I'm not interested in your world 我對你這些玩文字遊戲 極大乘沒有興趣 Harry Shaw Weaver直接這樣講 那 但是這是真的是喬伊斯 因為他在寫Ulysses的時候 是有deadline 因為他要趕在愛爾蘭獨立的那一年的 他的生日出版 所以為什麼才趕在1922 February 2 所以Ulysses才是今天這個樣子 我超級自我分享過 如果你給他足夠的時間 可能Ulysses就會有Fillingham Weight Fillingham Weight 但是Ulysses會變得像Fillingham Weight一樣 可能會變成這樣子 但是重點是 我覺得是喬伊斯終於有一段時間 他不用 當然要擔心家庭問題啊 乳器啊的問題很嚴重 但是後來當然有 中間還有那個 他書版的時候二戰已經結束了 所以當然也沒有戰爭的問題 因為一戰已經結束了 那時候一戰 所以也不用流浪 也不用擔心吃住 然後只要擔心女兒的精神問題 他也不承認 所以反而沒有問題 然後有人公吃 公祝福 因為Harry Shaw Weaver給他很多錢 那喬伊斯拿這些錢 你敢吃好的餐廳 穿好的西裝 喝好酒 他就每天過這樣的生活 這終於 終於有人 供他無限揮霍這樣子 這樣 他終於可以做好安心的寫這本書 他才會變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怪物 但是 是怎樣的門挑選 我覺得就是 真的要像喬伊斯那樣 整個門挑選 把所有的東西都混在一起 那 又去勇於去挑戰所有的權威啊 我覺得這跟他 跟教會之間的關係 跟他一直不被受認可 那為了要 祈福去證明自己的能力 就產生出來 所以 因為他這邊有包含 對太多人的報復 我們讓你提到 Windon Lewis的報復 對Windon Lewis的報復 對一般讀者 對他 Cristian的報復 對Yong的報復 他為什麼堅持不帶 Ruchia去看Yong 是因為Yong 就曾經拼命過Ulysses 那喬伊斯就對Yong很反感 你這個讀不懂我作品 就很了解我的女兒的psychology 他就是一直拖一直拖 不過才拖到到什麼時候 才帶Ulysses去給用診斷 所以喬伊斯是真的一個 personality很強烈的人 所以我才是強調不要對他 像那個Oliver St. John Paul 就是一個事物 不知道幹了什麼事情 所以他就變成那樣 就變成Molegan 我是想說 如果從一個作家的一個觀點 你要寫這些東西 還要有很多的correction 這個 這些資料 就是大家都有在 國外有在研究那個 喬伊斯的Library 他們有在 這個也是做Genetic Study 他們有在做考究 一部份是說喬伊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看過啦 寫了書 但在書架上不一定看過啦 但有很多arguer就是說 喬伊斯在寫這本書 應該是Finn Finnigan's Way 他對所有東西跟Finn有關 他都很有興趣 Finn 魚鱗 就是Salmon 跑出來的 Finn McCool 那個艾蘭神話裡面的一個 傳說英雄 Finn McCool 還有Hupperberry Finn 那一個很好玩 Hupperberry Finn是 坐一個船跟那個黑人 然後在河上流浪的一個故事 所以 像Gare Leonard他們都arguer說 Hupperberry Finn在這裡面 有在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 國外其實有 只有在座裡說喬伊斯在寫這本書 他來作人裡面到底有什麼書 《Book of the Dead》啊 《聖奇》 一堆有的沒有 但是其實喬伊斯很愛看 Tabuller Newsletter 很愛看小報報紙 然後把一堆有的沒有的字跳出來 那到了晚期 他視力不省的時候 就被人幫他看 那 上次漢俊文老師有講到一個笑話 就是喬伊斯在巴黎在寫作的時候 然後 他還口述嘛 因為漢古道不能寫 他們口述 拉到助理就把他打 這個助理是三六Backer 三六Backer做過喬伊斯的助理 那後來決裂就是據說武器啊 愛上了三六Backer 他謊報說Backer跟他求婚 所以 喬伊斯就很生氣 就把Backer滾出去 怎麼會追求我女兒 這個家伙 那個八卦 但是據說當時Backer在打那 喬伊斯的口述 那有敲門 那喬伊斯說 進來 然後後來就在找那個進來的哪裡 我們在找Tomin 怎麼早都找到Tomin 後來想想不對 他在霸文 所以他講的應該是霸文 所以後來 有找到 我忘記在哪裡了 就是霸文的進來 後來喬伊斯就把劉丹給他 因為Backer在念給他聽說 他這個進來哪裡來了 你剛剛講的 我剛剛講的 好啊 音不錯啊 你把劉丹給他 老師你覺得這個書 只是他自己 完整的一個夢想的感覺 因為他太多不同的主題 因為就是沒有一個 好像是不同的 這個compete for the 的主軸 所以他這個書就沒有一個 比較單一的說 故隙情節這樣下來這樣子 其實 其實你真的要說 他說單一的情節就是 暧昧不清啊 你真的要去講他的主題就是 暧昧不清嗎 因為喬伊斯說這個就是 因為Ulysses 是The Book of the Dead 發生在一天的書 什麼那個書 白天的書 The Book of Night 還在晚上就看得到 就什麼東西都看不清楚 喬伊斯是故意去玩這個遊戲 但 這個在去年的 那個 當然就有人說他是 The Book of the World 這是一個世界之書 因為什麼東西都在裡面 它是包含全世界的一個主題 所以他就是因為把東西 統統加在一起 所以變成一個很開放的書 那當時也會聽眾 那個 那個是Joseph 啊 東西滿滿的 他就說其實這本書 也是很獨裁的一本書 因為他拒絕有任何的答案 他是很open 沒錯 但是從一個反義來 其實他也是非常獨裁 因為他不讓你 有任何一個definite answer 去解決 我覺得 喬伊斯是故意 他真的是故意 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你說他心裡有沒有一個主軸 當然有一個主軸啊 就是 就是故事一個很簡單 就是一個男人 然後犯了罪 一個莫名其妙的罪 然後就逃難 然後就不見 然後開始講他家裡的故事 然後家裡的故事呢 三個小孩子 那個雙胞胎 一直想要幹掉彼此 然後呢 妹妹愛上了哥哥 因為我們看到 他一直想要吸引這兩個人的注意 他兩個都不理他 然後 然後 中間呢 然後最後呢 這一家人化身 一個酒吧老闆 那個酒吧就在 Chapalusa 那個酒吧後來賣掉 他賣給誰 那是一個實際在的酒吧 他就說他故事很簡單 就是一家人發生的故事 那這家人的小孩子很調氣 所以後面 有9 lesson 他在晚上上課 9 game 可能玩遊戲 然後呢 玩遊戲在幹什麼 他開始畫圖 然後畫圖呢 然後這個妹妹愛上了哥哥哥 你去看 你去猜猛猛女媽媽的內褲 今天是什麼顏色 這這家人 就是開始搞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呢 上次漢俊瑋老師 有秀給各位的一個圖 嗯 這個喔 大家都看到 就是一個派 然後ALP這樣子 其實這個是 Sean畫 那Sean畫這個東西 的時候他做什麼呢 他正在看他媽媽的群體 那大家就自己去想 這個是什麼東西啦 我就不解釋啦 其實非常黃的 那就是說 喬醫師其實還是在想 這一家人的故事 這家人發生了什麼事情 爸爸因為犯了罪 逃亡的媽媽 就支撐給家人的故事 然後世世代代的輪迴 變得不同 最後又到來 變得 他的主題可能就是一個cycle 人就是不斷地扮演 同樣的錯 但是你可能永遠不知道 你到底犯了什麼錯 就再去學會下去 是嗎 就完了 所以剛好差不多四點 那我們就圓滿結束 我們再一次謝謝 謝謝